两个月没有吃中餐的德国小邻居跟着老爸来蹭饭吃辣 吃中国的传统月饼做手工灯笼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Hello大家好我是圆 中秋节快乐圆在这边祝大家 Samsan Sinsen I see you 那这一次呢又没有办法就是回中国陪父母啊 那就圆在这边呢 要给大家去宣传一下我们的中秋节 邀请了邻居过来吃一个火锅 还有呢吃我们的大月饼 月饼什么都挺的好 这个火锅可不是一般的火锅 这个是牛腩火锅 OK Let's go 太前凑好的牛腩煲 太前超级麻好的种肉丸 当然少不了吃豆腐啦 Welcome to Cartian Welcome to Jürgen Today is for our moon fest Yes moon fest please Moon fest 中秋节 This is for so 小姑娘已经等不及了 好吃 而Jürgen呢还在慢通通的夹着菜 哇你们有发现他们两妇女用筷子的熟练程度越来越成熟了 我们这个小邻居感觉三天三月没吃过东西 男邻居呢一直在聊天和小邻居疯狂地干饭 他真的巨爱吃饺子 Cartian the sauce is good Yeah yeah OK 到了 我没有 不可以 我没有 好好麻烦 最后呢给Cartian送个灯笼 男邻居啊看到可以跟女儿一起做灯笼 还特意回家拿上了眼镜 我发现呢这一次小邻居的到来感觉懂事了很多 和男邻居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每次只要吃中餐他就会跟着男邻居一起过来趁饭吃 大家还真别说 我们的中餐竟然发挥了促进亲子关系的巨大作用 看着他们这么有爱美好的一幕 感觉自己每次做的一切都太值了 这也许是中餐的意义吧 我的天啊 你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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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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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吗 吃了吗 看到他们两个妇女合在一起的背影 我突然想到那句话 感谢你不是超人 但是我变了环林 老大妈子好怪你啊 你吃了吗